2月27号下午1点50 这边有个人拿着手机过来 就是他胖胖的有点 我们的衣服就晒在这边 我这边两个文胸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的 他还会过台看我们 看看周末有没有人 他在选衣服看有没有文胸 有没有内衣 这边没有发现 我们故意放在这边的 离我窗户比较近 他还敢透 他在找 从一架上拿下来了 拿了 塞在拿手里 然后再拿一个 又拿一个文胸 都是我的 他塞在手里面 可能放着割植卧下面 放在割植卧下面 割割植卧下面 在塞在手里面 飞在裤子里面 走了 就像空的衣架 然后上面东西没有了 我们收拾衣服的就发现 没有了 被偷了差不多八次 衣服都放在这边外面 还有那边 那边地方 都是些女性的文胸 睡衣 裙子 还有那种安全裤 那种之类的 那些 颈似东西 贴身的衣物 一件长款的毛衣 然后一个黑色的鸡血 然后还有一个红的裙子 然后内衣 内裤 就脱这个 都是脱女士的东西 都是脱女士的 男孩 男士和小孩的都不脱 那个人 个子也不算特别高 然后有点胖胖的 估计三十岁 可能那种的样子 是男性是吧 对 是个男性 可能他心里有点问题 应该是有问题的 有点变态 听其他人说过 那个人可能在那边两排 靠后面那边两排 可能是在住在这个小区里面